位于广西的东兴口岸与越南盲街口岸陆海相连 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便利的口岸通关 让口岸附近的新华路逐渐变成了汇聚越南等东盟国家特产的大市集 那这里到底有什么呢 现在就跟随总台记者一块去看看 这里是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东兴市 走在东兴街头经常会让人有一种错觉 是不是到了某个东盟国家 这个是榴莲蜜 这是越南牛奶果它吃得很好 这个里面都是牛奶的 那这个是来自哪个国家的 越南啊 这个是泰国的 据说在这个市场里面有各式各样 临栏满目的东盟特色产品 走 我们一起去瞧一下 越南的牛角酥 泰国的青草糕 还有来自东盟各国的美食 这边的这种民族服装 马上就想买一套 然后给小朋友试着创一下 记者了解到 在这个市场里除了有东兴本地人 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业者外 还有邻国越南的边民 可能来这里的话都喜欢买越南零食比较多 因为他来这里都想去越南啊 想买越南的特色啊 回头喝也多 不远处就是中越有一大桥 河对岸就是越南 在这样一个冬日暖炎的下午 手捧一杯咖啡 看兮兮兮兮的街市 游人如知 商贩也是满得不亦乐乎 在这里我能够明显地感受到 东兴这座边境小城的 悠然自得与发展脉动